国家典籍博馆据说收藏了大量的古籍 甲骨文和永乐大典是镇宝之馆 如何参观国家典籍博馆在哪里能够盖章 国家典籍博馆实用攻略带给您 节省您差攻略的时间 国家图书馆原名北京图书馆 1999年正式更名为国家图书馆 我小时候都叫北图 说起北京图书馆还有段故事 清末1909年清政府在广化寺 现在的北京佛教协会成立了京师图书馆 张志栋还将个人的藏书放在死中 到了民国1926年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利用美国二次退还的庚子培馆 打算建立北京图书馆 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委员会 经过两年的设计确定了设计方案 1928年北洋政府退出北京 改北京为北平 新的国民政府把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委员会也并入了该馆新馆的筹备委员会 新馆的地址选贷了北海公园西南侧的操场 因为新馆收藏了在承德文金阁里的四库全书 从而新馆取名文金楼 1931年年初新馆落成 同年的4月10号 国立北平图书馆致函北平市公安局 请求将门前的道路西安门内大街更名为文金街 5月18日以后 北海公园门口的路就更名为文金街 195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 1951年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 1987年北京图书馆子竹院新馆完工 北京图书馆就是一致的现在的子竹院 这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所在地 文金街馆仅保留古籍的借用功能 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 1999年1月北京图书馆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金街馆也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现在位于海淀区子竹院的国家图书馆 目前分为南区和北区 南区是1987年修的老馆 北区是2008年建成的 您可以看出两个馆的建筑风格完全不同 北区新馆地上的五层地下三层 这是目前北区的主要功能 据说北区图兰姐右侧的文状商店可以改章 在北区的南侧有专门的上年儿童馆 有兴趣的您可以带孩子去转转 在南馆和北馆之间是国图的艺术中心 前身是国图音乐厅 平时会有些艺术演出 售外门票 艺术中心还有国图的书店 说回国图的南区 南区正面的T型楼就是现在的国家典籍博物馆 后面连通着以前北图的一些阅览室 至今还是开放的 这是阅览室的列表 在正面的T型楼最右侧 有国图的文创商店 不仅有各种书籍的售卖 还有一些古籍的印刷品 各种文创的商品也是琳琅满目 连衣服帽子都有 在福台这里您可以免费盖章 这里章的数量还不少 在最内侧有咖啡厅 这是价格基本和北京普通咖啡店差不多吧 平时这里也没什么人很安静 在T型楼的楼梯下面有存包处 周一闭馆关闭 其他开放时间内都可以免费存包 从楼梯上去就进入国家典籍博物馆 免费的免预约 从楼梯进的这层是T型楼的二层 点击博物馆是从二层开始参观 共三层 过了安检就可以参观了 二层大厅每天定点会有人工免费讲解 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小人生参观 就临时取消了 点击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 有免费的语音导览 不过内容一般 博物馆大厅中没有任何的引导展厅的标识 除了正面的一展厅 博物馆的主厅以外 你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怎么走 一展厅之前呢 展示了58本珍贵的古籍 值得一看 可惜我去的时候啊 主题改为了茶和天下 点击里的茶 展览呢一般 有些展示呢 逻辑上硬伤比较明显 小学生看看还行啊 比如开篇为了证明茶从周朝就有 用东晋人写的书为史料 因为书中提到了 进贡周王的贡评里有茶 贡评里有茶 就是一定是现代的茶嘛 其次 西州和西晋呢相差的有1000年 从逻辑上怎么能拿西晋来证明西州 那整个茶的展览呢 就是突出茶对中国政治经济 甚至外交上的影响 展览中呢 也不乏有珍贵的典籍 比如现存最早的茶经的版本 北宋皇帝宋徽松所著的 玉制茶书大观茶论 回到二层大厅 王右执行是去3号4号展厅 是现在已经撤展的 福尔摩斯沉浸市主题展 2023年很多营销号都做过其他广告 不知道明年寒暑假会不会开 还是说换个剧本 大厅在右侧呢有楼梯 可以到顶层四层 四层的六厅和九厅呢都是撤展维护 七厅和八厅呢是收费的展厅 旁边神话 门票呢也不算便宜 十厅呢是国曼制作 属于收费厅啊 只有周末开放 从一层大厅往左拐呢是去2号展厅 左拐呢有电梯 也是可以到四层展厅 博物馆的三层呢是甲骨文5号厅 不过去5号厅啊不用乘坐电梯 而是在电梯间的左侧 从台阶上去呢是去5号厅看甲骨文 电梯间的右侧呢是文创申店 这里呢也有免费的章可以盖 那我们可以先看5号甲骨文厅 甲骨文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估计应该是常设的展览 展示了50种54件甲骨文应该都是真品 从发现甲骨文开始到音须考古发掘 拉开了甲骨文的研究序幕 介绍甲骨文契克载体整支的过程 书写的方式以及工具 还有互动体验能聆听当时不同的乐器的声音 从一层大厅往左直行到头呢就是2号展厅 主题是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 主要介绍了永乐大典的产生制度的过程 以及后来对其回归的努力修复保护的工作 展厅中间呢还有互动体验 不过这个互动平时不开啊 只有学校集体参观的时候才会开放 参观完二号厅 国家点击博物馆呢就参观完了 参观时长一个小时左右 主要是免费开放的展厅不多 想看珍贵的古籍永乐大典甲骨文并不多 还是有好的专题展的时候啊再来更合适一些 比如今年万力文物主题特展啊 有这些展览的时候来是更合适的 也希望国家点击博物馆呢 能向普通老百姓展出更多的真品 从二号厅出来旁边有条廊道是直通老北图 老北图这里呢提供免费的热水 这个区域呢是人工借阅服务台 现在也有自助办理读者卡的机器了 只要年满16岁凭身份证呢就能办理 中文书籍呢押金是100元 外文书籍呢是押金1000元 您保管好押金的收据 有收据呢才能退押金 大厅这个楼梯啊来过北图的人应该都记得 这是综合越南史 我上学那会儿啊还来这儿上过自习 以前这里可没有这么多空座位 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到老北图看一看 注意不要大声喧哗 如果孩子太小啊也不建议来国家点击博物馆 博物馆附近呢还有五塔寺北京诗客艺术博物馆 紫住院动物园万收寺北京天文馆 您可以一并考虑一起来玩 这些景点呢我都有详细的攻略 交通国家点击博物馆的地处紫住院交通啊还是非常方便的 地铁四号线国家图书馆站下A口出 D口出呢都差不多 看您下了地铁以后离哪个口更近 出了地铁口呢都是往回走就是国图 到国图的供销车呢也相当多 基本都是在国图过街天条附近 您下车呢就是国图 马路对面呢您走过街天条就可以了 自驾车呢可以导航国家图书馆东门 自驾车呢就是从这里进 进来以后您往左拐就是去国家点击博物馆 车位不算特别多您一定要早去 平时九点半以后车位基本上就满了 没有看到充电桩 停车费呢是首小时十元 第二小时开始的每小时十五元 如果您觉得贵可以停在紫住院公园的东门停车场 会稍微便宜一点需要走一段路才能到国图 详细的您可以看我紫住院攻略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 明镓一红太後 许多大淺 1 想一下